比賽就要開始了 其實對於台上的兩位選手坐在台上戴著耳機 但是還是能聽得到粉絲們在底下的歡呼的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歡呼對於選手來說真的非常的重要 看一下選擇 不太一樣 萬人用到的勁吧 長得有點像但是不太一樣 一邊送到了競壩一邊送到了賽博戰士 是 這一首競壩是我真的沒有想到的 這個是在剛才咱們兩個人做預判的時候 一個競壩一個賽博戰士 是 但是存在即合理看他怎麼跑 看一下雲海的話這一局起步非常快 但是剛才觀人開局的氣就有點問題 對 他的起步是少了一個噴 這個氣也沒扛 我們看看現在的後追對於觀人剛剛的後追來說 他基本就沒有追上過雲海 但是雲海給機會了 自己出現了失誤 這也是非常少見的雲海的個人失誤 沒錯 雲海現在是積極反超 雲海現在是積極反超 雲海現在還是管一軒 雲海又送了回去 雲海給了機會 而且還少了一管氮氣 兩個人互送禮包 但是現在的話還是距離比較近 只不過氮氣節奏不太一樣 雲海可以先開氮氣 把氣卡回來 雲海還得再卡一下 雲海 還是有後追的可能性的 是的 因為勁霸在這張圖的彈射轉向會好 所以說他可選擇的路線比較多 這裡距離又拉近了一點 沒錯 這張圖跟雲觀人在說如果不可以從車裡 應該卡位也能卡過去 卡過去了 卡過來 雲觀人的話再次履現 這就是觀人的卡位 這一個內線雖然說超了回去 但雲海依然在找機會 過了這個近到點之後 還有彎道可以去擠 雲海的卡位就是搶內道 踩死刷車 但是過了這裡之後就很難有機會了 氮氣節奏都一樣 兩個氮氣直接要衝了 這個距離 氮氣節奏都是一樣 但後面只剩下長直線了 是的 最後第一波長直線 率先出現的是請求的一怪人 拿到電騷龍比賽的第一小分 哇 這第一局 從選車 從這張圖的勝負上來看 就完全出負了人的意義 從選車上就 觀人在向所有人去宣告著 我要贏 是 我準備了 雖然說我前兩輪 把這張圖全部給關掉 而且是我自己主動關掉 對 就是觀人前兩局 在這裡確實是十分十二嚴重 但是這一局的起步是 觀人占據了一定的優勢 但是沒有拉開距離 這裡把雲海卡輸了 對 反卡了一下 從前兩場北海的表現來看 我覺得雲海在這張圖上面的一個個人發揮 以及個人路線的選擇會更好 而且雲海每一次都撐下彈射 但是外人第一圈經常會喜歡用WCWW 還是在去找 這裡卡了一下 兩人同時上車 擠在了一起 速度一樣 但是我們擠滿嗎 都擠滿了 看這裡能不能卡掉小噴 卡不掉 好像是沒能夠成功 是 這裡觀人直接上來擠 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自己的路線也不太好 對 這樣擠的話 其實自己並不能夠得到多少 這裡卡掉了雲海的小噴 終於成功了 這樣的話來到第二圈路線的選擇 又要再次發生變化 是 雲海應該是沒有想到 觀人在上一個彎剛卡完 我這個彎還敢卡 但是雲海的這個延續 延了十六下過來 但是沒有彈出來 所以說其實是慢了的 對 相當於白卡了 不過他的技巧非常的固執 這一局觀人能穩到最後嗎 看一下這個景點其實還在逼近 這一局雲海依然在向我們展示著 他的海之後追 是 這局要是觀人能拿下 我覺得我得跟他道歉了 過來再看一下路線的掌控 這個距離非常的近 這個距離對抗不了 只能通過自己的路線優勢 來拿到前面的領跑 過敵之後稍微甩的有點大 距離又被拉開了一點點 所以還卡不到一貫人 沒法對抗 看一貫人最後的延續 這個距離沒有機會了 他可以完成抽獻 觀人拿下別海漁場 就是要拿這一分的 但是一觀人就是想跟你打成一個三比一 是 但是 但是比賽嘛 一切都說不準 沒錯 先看一下這一局能不能夠讓云海 積累出這一個依賴 是 看一下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正常的 哇 直接彈 哇 這個彈 加上後面的慣性就稍微挺快的了 對 這裡刻了一下 這裡刻了一下 WCW過了 云海在前面非常穩定 然後不然在後面又失誤了 那這個距離的話 是魚還最想看到的 確實是比較遠 這個距離沒得追 對 第一天過得了 一陣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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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 那我們現在這一局就只能期待一下 魚還很好的 他有沒有接觸的景點 是 在看到後對距離這麼遠的情況下 要不要接受一下極限的 但是前面看到的魚還是有一個好的 因為魚還這個人我了解 是對於今天沒有過度的追求 是 他真的就是人不能心思的 使用一個勝利 最後有機會嗎 分享終點1分16秒10 上一局也只是1分16秒下 對 還是我 我就跑這個成績 你能贏我就贏 你贏不了我 我就跑這個成績 很離譜 那這一局他都代價 性價比最高的 能夠去抗衡的 因為他現在畢竟分出劣勢 他必須要努力追分 是 來了 看一下 雲海這裡 好像衝過了 差一點感覺掉了下去 這個距離我感覺開局就宣告了沒有對抗 對 起步的這個角度有點過於誇張了 對本身這個起步就沒有對抗了 然後 自己搶給了一個對抗 是的 但是其實這一分輸了也就像我剛才說的一樣 持平的 對 因為在麥凱倫這個點上打平 但是分數呢和不一樣 對 這就是分數上的差別 對 現在雲海的第一圈的後追 完成的時間大約是在42秒 其實很大 對 官人的第一圈也還是跟前兩局差 所以說 這局應該也是個二零中小的成績 看一下官人後面後面對稍微求穩一點 出彎可以稍微慢一點 對 只是不知道他現在知不知道場上的局勢是什麼樣的 一般都會看一下 會選小一路 抽空 抽空看一下 這邊引續過來 沒有失誤 也後邊沒什麼失誤點了 這裡要甩嗎 甩起來了 但是這個成績是二零點一 這兩局全都是這個成績 去平一下 因為這個圖你如果不拿雷諾 就宣告了你在前期就沒有優勢了 對 看一下這個起步 雲海稍微快一點點走在前面 但這一點點如果不打不開 官人這邊上牆了 開局直接卡到 對 開局就被雲海頂到了 哇 這個失誤 那這樣的話 今天雷諾最大的優勢在對抗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沒機會對抗了 而且是雲海在領先位 一關人做後追尾 後追尾 那這樣的一局比賽 很有可能和前兩輪是 和前兩局是一樣的 對 起步優勢 進擊了這麼大的優勢之後 後面就拼得好 反倒來到了最後的決勝局的時候 和前兩大輪不一樣 就都變成了個人秀 真的就是一下 最後的比賽就結束了 而且雲海這一場比賽 在後面的幾個彈射甩尾上面 沒有任何失誤 3圈51秒3左右 那你覺得這裡拿出了 擎天雷諾之後 對於一關人來說 傷不傷 不傷 不傷 對 肯定是不傷的 比分的優勢在這方面 對吧 除非說他的比分被打回去了 打到最後面需要熬戰的時候 雲海借助這樣的雷諾 傷不傷都是看一個比賽的長短 對 短時間內能結束 這就沒什麼問題 對 短時間內結束不了 這就是一個隱患 是 所以這就是我們之前打戰術來說 對於海神這輛車的戰術性 也是要求比較高的 這樣這也很重要 因為比賽比較的長 是的 而且這局比賽 從小意圖上來看的話 觀人是沒有機會了 是 現在就期待一下這個成績 最後的時間是 1分39秒98 差一點 沒有破記錄 差一點 差了接近半秒的時間 是 但是雲海能夠再下一程 現在把能量 能夠把自己最精彩 最完整的實力 全都在接下來的比賽裡邊 發揮出來 每周 每周大峽谷 還是拿自己自信的就對了 加油 賽車使用的話 應該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蒼穹絕影 是 是 來看一下這個起步 上一局的每周市 觀人的起步會更快一點 這一局看一下 雙方的起步情況 都是一個斷鳥 這一局還是一個人會稍微快一點 還頂到的雲海 導致雲海脫飄了 這一個脫飄還影響到路線 沒錯 雖然說 調整回來了 對的是 剛剛覺得你的集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路線的選擇太重要了 是 因為被卡位了 導致自己脫飄了 之後那個路線是保證不了的 但是雲海後追其實比較快 對 雲海的路線好穩 而且剛才一關人的話 路線稍微軟了一點 水的脫飄 但是留了一下小噴 過來之後做一個暴力 但是來這裡一關人 好一關人被抓到了 而且撞停 這一個機會給到了雲海 讓他在這一段路會跑得比較舒適 因為馬上就要來到一個對撞點了 沒錯 就即使剛才沒有那個失誤的話 以雲海跟他那個距離 在對撞點也可以稍微發起一些干擾 但是現在的話 他們兩個都可以順利的通過 我覺得關人現在心裡有點緊張了 確實不是特別的好跑 因為後跑段在沒有對抗的情況下 其實三隊來說會容易一點 在那個近道點出現了一波禮包的話 那雲海接下了之後 在室內沒有對抗的情況下 不可能再像第一局一樣 給到你任何的機會 那雲海現在就可以 將自己的比分扳平 來到了3比3 最後出現成績 是1分16秒80 雙方占平 因為這一分如果拿下了 再贏一分 連打兩分 是 就可以在決賽的舞台上面 再戰 貴師凝青 對的 看一下這第一個彎 關人很聰明用的一個小飄 把雲海頂開了 搶到了一個領跑的優勢 這裡雲海脫飄了 沒錯 而且稍微蹭了一下橋 好 連續的失誤 這個延續點 直接就慢了下來 在這種關鍵的局勢當中 自己先接連出現失誤的話 直接送給了軍隊一貫人先領跑一段的距離 是 而且這個距離是挺遠的 但是關人自己也有一點小失誤 現在畢竟才跑了30秒的時間 後面還有一圈半呢 除此外這個彈射 這個彈射路線非常的極限 都已經貼著牆了 再回來 而且這客速出彎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看一下這第一圈應該是在47秒鐘 47.4 這局關人跑得還挺穩定的 沒錯 沒錯 沒有說太過於去追求極限 因為在前面領跑的一個距離 如果說和剛才的每周情況相像的話 這個大禮包真的受不起了 是 現在就只有這一個大禮包能送了 但是他送了 這裡能過去嗎 單噴啊可以過 但是手也沒單氣啊 但是手也沒單氣啊 能不能頂到後面的雲海 路線選擇 雲海這邊沒有怎麼頂到 這裡又被關了一個頂到 這波一個大禮包送過來之後 雲海雖然說接近了關人的距離 但是在出了事外之後 一關人再次反超回雲海 這裡路線並不好 雙強反彈過來 路線還能再調整 但是後面 一關人的距離 馬上就要出現了 一分35秒43 來到了自己的賽點局 只要再贏一分 連續地拿下一分就可以 就能來到總決賽 哇 我的心揪了一下 這個禮包剛還沒說完就送出去了 但是他還是憑藉著他的防卡位的意識 馬軍還頂開了 在完全撞停完全失去小分的情況下 自己後提速還能夠再次進行對抗 對 而且他手上是沒有氮氣的 對 他用的是WCW的速度去頂開 有CW的速度的群態 真就是今天在對抗層面上 一關人為他自己搏來了太多的分數 真的是一分一分卡出來的 一個彎一個彎卡 太猛了 現在比分 想在前面幾個彎道看看有沒有機會吧 對 他可能是想要在起步就去擠一下 云海 這就是我們說的 雷諾會不會成為官人的一個轉折點 直接對抗上牆 直接一個雷諾 在開局起步不到五秒的情況下 云海直接把一關人對抗上牆了 而第一個彎道也能夠看得出來 一關人太想去做這個路線的選擇了 太想去擠了 這樣的話開局的連續成直線 云海這邊順利地完成 而且本身對於雷諾這輛賽車 在球迷山的一個適配度來說 沒錯 絕對要大於金鴻的 在賽車有優勢的情況下 然後距離還領先了半個彎道 這種情況下 他本身在後半程 今天雷諾就很穩 在前半程他還把以領跑著稱的金鴻 給對抗上牆 是 那這一局雲海只要不失誤 官人拿什麼贏 而且官人在後面又是出現了失誤 淡氣也沒有卡滿 在這樣的一個距離下 我覺得可以恭喜雲海 是的 將比分翻平了 大概率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因為現在的 實在這個分數有一些不可挽回 這個距離有一點不可被递轉 是這個距離已經太遠了 也就意味著我們來到了熬戰模式 這真的就是那句話 官人在必加賽 打誰都加賽 看一下空間這邊 18秒13 沒錯 雲海為自己又擠回了一分 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舞臺上 這場比賽太精彩了 我覺得看著真的太過癮了 太過癮了 我覺得這兩位選手真的就是 他們真的很像 他們的跑峰也好 他們在外的一些對他們的屏戰也是一樣的 都是又穩又能對抗 情況就是雲海戰勝的官人 那這一局 這第三局從前面的鎮壓到北海來說 就都反轉了 來吧 戰哥在一起 戰火重燃 現在雙翁是同一期往下的戰爭 而且開局的一個起步 雲海依然佔據了非常大的優勢 在這樣的一個對抗距離之下 想要觸碰到雲海的車尾還是有難度 確實是 不是一件很容易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你看 其實開局又是沒有對抗 是 但是你能看得到 就是官人在後面不斷的失誤 保持這個距離一直在被拉開 而且這張圖是他選的 所以說這樣的情況 對於他本人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對 就如果這張圖沒能拿下的話 這張圖還需要繼續選 那能選什麼 不過我覺得在進入到第二圈 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一定要保證好自己的節奏 千萬不要慌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對戰到雲海的可怕之處 他上一把西湖也是跑到這個單圈的成績 這一把也還是四零點鐘 對 這裡 稍微慢了一點 CWW過來 距離再被拉開 後邊的話 還剩十秒左右的時間 到底賽點是誰的 賽點最後一個彎道 對於雲海的一分十九秒一九 在這樣的一個局勢下 他依然能夠跑得一分十九秒小 雲海頂住壓力連續得分 高手存在於我們的身邊 萬英成假日 萬英成的話用海神去打追光者 而且記錄的話也是雲海又更快一些 這一手選圖我覺得有點貌似了 但是官仁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讓我們看一下這一局是怎麼發揮的 官仁拿著駕駛的海神率先衝得出去 現在官仁的話還是處在一個領先位置的 但是現在手裡邊沒有特性的出發 是 但是開局一定要保證好自己的每一個彈射角度 以及你路線的掌控 沒錯 不過現在的話雲海已經追上來了 這是一個左彎 雲海選擇由外入彎 你還想要從外面稍微頂他一下 沒錯 因為今天確實從內道去卡的話 一貫人每次做得都很好 這裡直接找 兩個人拼速度到底誰怪 一貫人還在忙的卡位置 但是背面的話成為外面一些 飛得太靠左側了 但是才第一圈 對於彼此來說都還有機會 進入到第二圈 44秒大的一個成績 不過近道口卡過來 雲海反超了 現在在第一名 這個距離來看 真的誰都有機會 是因為官人駕駛的海神在後面後追 其實還是能追到 沒錯 才能夠把他的側前完全釋放出來 但是你得一個彎一個彎的把握 這個路線一定要找好 給自己創造一個可以撞擊的機會 對 賽場還是21秒 這一個彈射上場了 這樣的一個失誤 而且這個彈射也並不是很理想 最後的這個角度 完全不能夠支撐他去撞啊 這個距離我覺得 有可能有希望 最後一彎島嶼還過來了 他贏了 這一刻讓我們看到了 這就是亞洲速度 他現在不能完全代表亞洲速度 但他現在可以向亞洲速度發起衝擊 最重要的一點 在幻音城假日 這一張讓人傷心 讓人 真的在這一刻 雲海 說是希望 不為過 沒錯 兩次都是這樣 雲海 從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 再爬起來 再去面對明星 其路漫漫行荒 人笑虎落平陽 敗者 何妨 去碎陽城 狀陽狼 金盞敵將 是瘋芒 勝者為王 同樣我覺得 在這一刻 雲海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上一季的亞洲車神 這一次再次會和 寧清會失決賽的舞台 沒錯 所謂的海事後追 他要追的是去年的自己 他要戰的是 真的 你可以永遠相信 雲海的賽點局 同樣 讓我們看到了 在這一刻 一觀人在 一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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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觀人